德军粗鲁地脱下女人衣服 拿起桌上的老虎钱 女人直接被吓尿 随着长官一声令下 士兵将女人按在椅子上 一人紧紧勒住女人脖子 另一人用老虎钱生生拔掉女人的指甲 女人是特工小队的成员卡外 不久前 德军俘虏了一名英军地质学家 他手中掌握诺曼底防御攻势的秘密 这关系到盟军能否顺利登陆 此人现在正在德军医院休养 他们的线人已经成功确认了地质专家的身份 英军必须在德军发现计划之前 将地质专家救出来 英军派出亨利和苏珊兄妹执行此次任务 在战争爆发时期 苏菲曾亲眼看着战死被德国人杀死 此后苏菲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女特工 参与此次任务的还有静女丽莎 她曾因失手杀死客人而被判刑 长官承诺只要顺利完成任务就让她将功补过 苏菲找的第二名成员是爆破专家塔外 她善于制作各种类型的炸弹 能在关键时刻阻击敌人 第三名成员是德国长官德里斯的未婚妻苏西 凭着特殊的身份 在关键时刻定能给敌人造成出其不意的伤害 此时的德国军官德里斯也发现了端倪 他发现了诺曼底的特殊战略地位 意识到医院里的英国俘虏不简单 可无论怎么说 都没有人相信他的推测 毕竟他拿不出什么证据 在特工小队出发之前 英军长官亨利给小队成员分发了毒药 说此次任务设计重大机密 一旦行动暴露 无法忍受敌人酷刑了 就用这支毒药帮自己减轻痛苦 同时他们的家人也会收到丰厚的现金补偿 然而爆破手卡来却对自己的能力足够自行 在上飞机前悄悄丢掉了毒药 此时的特工小队已经顺利抵达医院 苏珊通过线人成功打入医院内部 他们准备利用慰问团演出的机会 让其余三名成员假扮成舞蹈演员混进演出 丽莎和苏西上台卖力表演吸引德军的注意力 卡西悄悄给德军的车子安装炸弹 可苏珊还没来得及行动 就看到了德里斯开着小汽车来到医院 这下他们的计划彻底被打乱 德里斯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 对着地质专家一通言行舍然 苏珊担心信息被泄露 于是假借换药的名义来到病房 却遭到士兵的阻拦 德里斯与苏珊发生了言语冲突 但德里斯忙于执行任务 并没有与这女人过多纠缠 苏珊找准时机一枪干掉了门口守卫 丽莎和苏西悄悄丢出一枚毒气弹制造混乱 几人理应外合成功救出地质专家 反应过来的德军士兵迅速追击 女特工端起机枪对着敌人疯狂嗓射 随着一声爆炸 彻底将敌人甩在身后 一男一女被德军俘虏 女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德军士兵一个逼斗将苏菲打混 随即抓住她的头发一头 暗在浴缸狂喝洗澡水 直至男人点头招供 苏珊和亨利都是特工队的成员 几天前 特工小队奉命能救地质专家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成功救出了专家 在逃离过程中 地质专家告诉女人 自己没承受住酷刑 向德军说出了一部分机密 此时的德里斯也意识到 地质专家身上的秘密不小 他料到特工小队一定会乘坐飞机离开 于是立即打电话询问距离最近的机场位置 随后立即带人追了过去 小队这边已经顺利送走了专家 就在小队也准备撤退时 亨利却认为德里斯听到了一些机密 所以德里斯不能留 他要求小队留下来刺杀德里斯 就在他与苏菲争执之际 德军的大部队突然赶到 亨利让女人们先行离开 自己留下来掩护 然而一己之力最终还是难以抵挡德军的进攻 亨利就这样落入了德军手里 眼看失去了指挥官 女人们纷纷要求放弃任务 苏珊痛恨他们这种不敬业的行为 拿出手枪对准他们 威胁他们如果临阵脱逃 回去后必将遭到英军的追捕 在苏珊的威胁下 女人们只好乖乖听话 几人乘坐火车赶往下一任务地点 他们要去约定地点拿武器不紧 可刚下火车 卡莱就被德军士兵认出 当即将他抓了起来 德军当着卡莱的面折磨亨利 看着亨利被折磨得满身血迹 卡莱当场就被吓尿了 德军拿出老虎钱拔掉卡莱的指甲 剧烈的疼痛刺激着卡莱的神经 酷刑还没持续多久 卡莱就忍受不住了 将他们下一步的计划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德里斯立即派人前去追捕 出门之前还将卡莱与亨利关在一起 试图利用卡莱从亨利嘴里 掏出更多信息 但亨利担心卡莱这个叛徒 混坏了小队的大师 于是趁着没人就想勒死这个名 好在关键时刻 德国士兵及时赶来将亨利打倒 卡莱这才得以逃脱 这边德里斯带着小队赶到去扑了个空 他意识到小队肯定是启用了第二交易地点 于是又回去逼问卡莱第二交易地点的位置 怕死的卡莱再一次将姐妹们出卖 此时的苏珊等人也意识到卡莱已经叛变了 但他们并不打算撤退 他们要将计就计 第二天 苏珊如约来到交易地点 拿到了自己需要的武器 随后他们隐藏在人群中 随时等待着敌人德里斯的出现 可忽然德里斯认出了自己的未婚妻苏西 丽莎慌乱之下朝德里斯开了枪 却不幸被穿着西装的德军打中 苏珊站在地铁下面瞄准德里斯 由于人群的干扰 苏珊始终无法瞄准 最后一枪打掉了德里斯的耳朵 苏珊趁机逃跑 但周围全是德里斯的人 没出车站就被抓了 女人缓缓脱下身上的衣服 随后张开双臂躺上去 准备迎接死神的到来 此时队友苏西正盛装打扮约见未婚夫 她要杀掉未婚夫德里斯救出姐妹们 丽莎伪装成酒店服务员随时协助苏西 但苏西对未婚夫德里斯并非没有感情 只不过战争使他们站在了队里面 面对德里斯的甜言蜜语 苏西很快沦向了 为了使自己保持冷静 她直接拿枪指着德里斯 德里斯却直接将她压在身下 没多久突然传出一声枪响 苏西就这样死在了男人的甜言蜜语中 丽莎担心暴露 于是立即逃出酒店 她亲眼看着苏西的尸体被抬出 心中的愤怒犹然而起 她发誓一定要为队友报仇 德里斯由于失去爱妻 将怒火全部发泄在苏珊和亨利兄妹二人身上 她当着亨利的面将她妹妹苏珊一顿毒打 随后抓起苏珊的头发想要将她活活淹死 甚至还要当着亨利的面凌辱她的妹妹 亨利不忍心看着妹妹遭受如此酷刑 只好答应说出机灵 但亨利只透露了一点 随后瞅准时机抓起桌子上的刀片刺进了喉咙 苏珊亲眼看着哥哥惨死 发出痛苦的哀嚎 但她也无能为力 德里斯为了让上级相信她的推测 于是决定将苏珊带去交给将军 以此来证明英军确实在诺曼底有大行动 好在丽莎提前埋伏在半路 打死了运送司机 成功救下了苏珊 两人下一步准备前往火车站 在德里斯将计划告诉将军之前 势必要将她杀死 苏珊和丽莎乔装打扮后成功混入战台 但到处都是德国士兵导致他们无法下手 丽莎决定牺牲自己 她向苏珊交代了一言 随后公然拿出手枪打死了一名德军军官 枪声成功吸引了德军的助力 看着丽莎被德军士兵带走 苏珊眼含热泪穿过最后一道防线 来到德里斯身边 利用手中的消音手枪结果了她的幸运 随后淡定地离开了现场 六人小队如今只剩下苏珊一人 随后的日子里 苏珊到处派人寻找丽莎 但始终没有她的消息 或许她早已牺牲在敌人的枪口 苏珊落寞地来到教堂 为战友们点燃了蜡烛 随后又放上了几人的合照 苏珊看着照片陷入了无限的回响 燃烧的蜡烛代表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特工小队每个人都拥有悲惨的绅士 但在民族大义面前 他们勇敢地与敌人对抗 甚至不惜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喜欢的可以观看原片超级女特工